这位歌手是很多人心中可爱的男孩花花 但是我更愿意称他为可敬的歌手 华晨宇 他要请来的这位帮唱嘉宾 也是我们的好朋友 我们的老朋友 邓紫棋 听到他们两个要在歌手的舞台上合作 你们的心情是不是跟我一样 棒 呆了 他们两个选歌选了很久 然后呢最后决定还是用 邓紫棋的一首原创歌曲来一次时空对话 这首歌呢是电影太空旅客的中国区的主题曲 我曾经在晚会的现场听过紫棋现场演唱 这首歌非常非常的好听 但是花花跟邓紫棋的合作 这首歌会是什么样另外一种神奇的化学反应呢 接下来有请他们两位带来光年之外 掌声欢迎 华晨宇 邓紫棋 赞声欢迎 谢谢大家 跟手停在无法断的指尖 如何瞬间冻结时间 集中这坚定的双眼 也许已经没有明天 缘分让我们相遇 温室一晚 命运只有我们未能终相爱 也许未来遥远在公年之外 我愿守护为之力为你的爱 我没想到 一双微在我胸口 一双微的臂弯 足够抵达 天旋地转 一种沉迷不放手的倔强 总已点燃所有信用 无法让我们相遇了谁以外 我愿守护为之力为你等待 我没想到 我愿守护为之力为你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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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守护为之力为你整理由 你两位最棒的人 欢迎欢迎欢迎 非常精彩 你知道就是最后出场唱很难的 压力很大 但是今天表演真的非常棒 刚才在台上也非常有默契 但是我听说二位在私底下 真的经常互掐互怼是吗 有吗 你掐我 我哪有掐 我没有啊 我怎么 只在音乐上互掐互怼 对对对 严格要求 那是吗 你让我吗 我让你啊 没有啊 我让你啊 不是我让你 好了好了 这样这样 我问一个问题好不好 二位对于今天第一次合作 感觉怎么样 完美 你看吧 还是挺有默契的嘛 问一下这个子琪 觉得今天花花能拿歌王吗 我觉得她已经是90后的歌王了 哎 是的 是不是 有了这个邓子琪这句话 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加油的 好 加油花花 期待你的下一首歌曲 好 好 加油 谢谢 谢谢 接下来要登台的这一位 从第一次登台起 就在一步步地打破场上的局势 一路以来 她把改编做到了极致 让观众们看到90后音乐的全新面貌 她很早就想要唱这首歌 她说如果走到最后一轮 她就一定要带来这首张绍涵的呐喊 掌声有请 华晨云 我要说的事情 其实很简单 彩排 现场演唱 唱完大持一顿 但是你肯定知道歌手淘汰了对不对 没关系 别太紧张了 这个弄了两天两夜 所谓的名次并不能影响到我喜欢一样东西 为了今天的演出 她两天没有吃饭 为什么呢 我是觉得特别饿的时候会很有力气 灵感一来我就可以坐在钢琴上 几天几夜不吃饭不睡觉都可以 一个直音 可能旁人看也许会觉得我太拼了太逼自己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但我很开心 我歌一碗钢琴吗 因为我其实是一直在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也许可能是我年轻吧 但也用生命做音乐 我在每一个阶段写的东西 一定是要拿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 第一名是华晨云 每一个时代的音乐是不同的 我在改编一首歌的时候 我当然是希望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表达 第一名 华晨云 第一名 华晨云 他很浪费的声音 他很浪费的动作 甚至是风格 很滑滑 人越多他越放松 你要说有的时候有天才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人 华晨云 华晨云绝对是下一代的中流底路级的歌手 其实我已经学了十几年的音乐 其实我已经学了十几年的音乐 当我站在台上的时候 会有人觉得我是 突然冒出来的 对 但其实我已经学了很多年的音乐 在我眼里这个并不算是天才 其实我努力得很早而已 对 嗯 希望我能打破歌手历年来的这个惯例吧 成为第一个拿歌王的90号 没有一点 没人想着我们说的句话是吧 2,3.1 好 她 的 我一个人站在 放眼无尽的荒原 看着地的尽头 天的边缘 看不见 看不见 我几个人等待 经过无限的时间 感觉所有灰烬 旋转围绕 我身边 看太行 离风霜 我孤雁前进 望过桥 任我敲 梦一样的自由 北也松绕 歌也松绕 转身处理 山峰的时候 say it's a new world oh it's a new world 飞也松绕 歌也松绕 转身处理 山峰的时候 say it's a new world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一个人站在 放眼无尽的荒原 看着地的尽头 天的边缘 看不见 我一个人等待 经过无限的时间 经过无限的时间 感觉所有灰烬 旋转围绕 我生命 山峰找 心也凉 我不会够飞 天际走 温草的梦 风一样的自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初写 第21 borrowing令 说嘉世的双订 疫情 与 dernière 新墙 爱情 Chris UNC 让我听到你们最后的呐喊声 我想 所有人聚起你们的双手 让我听到你们最后的呐喊声 准备好了吗 1 2 1 2 3 GO 1 2 3 GO 2 2 3 GO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Oh yes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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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晨宇2018火星鸟巢演唱会 将于9月8号在北京鸟巢举行 掌声给花花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特别颁发 歌手2018最受欢迎金曲奖 这位歌手可以说非常受欢迎 根据QQ音乐的统计 他竞演歌曲的总支持量将近5000万 在这一季当中 同时这一首最受欢迎的歌曲 在QQ音乐上的支持量超过了千万 这首歌就是 华晨宇的齐天 恭喜 祝贺华华 祝贺华华 说一下你的感想 感谢喜欢听我音乐 听我改编的朋友们 然后感谢 这首齐天这首歌的创作者华晨宇 对 好 接下来就是激动人心的时刻 500位大众听审的决定 到底是谁呢 下面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有请我们的四位歌王候选人 上前一步 他们是腾格尔老师 华晨宇 JC和汪峰 我们有请歌手节目监制洪涛老师送上歌王名单 老师辛苦了 谢谢 沉甸甸的一张纸 本集歌王究竟花落谁家 相信现场和电视机会观众都非常的交集等待 那么我们用量量比较的方式为大家公布结果 首先是第一位演唱和第三位演唱的腾格尔和JCJ 他们俩得票率更高的是 JCJ 接下来下一组 欢迎回到由全球有机大品牌经典有机乃冠名播出的歌手 2018歌王之战的敬演现场 我来继续宣布结果 在这一分钟的广告之前留下了一个悬念 花花和汪峰老师 两位当中谁的得票率更高 得票率更高的是 华晨宇 所以今年的歌王人选锁定在华晨宇和JCJ 所以今年的歌王人选锁定在华晨宇和JCJ 今晚我们将会诞生一位90后的歌王 还是一位外来客拿到了这一季歌手的歌王之称呢 我来宣布现场500位大众听审的决定 全球有机大品牌经典有机乃歌手2018歌王之战 500位大众评审团歌王投票的结果是 谢谢你来JCJ 恭喜JCJ成为 歌手2018的歌王 我们现在有请湖南广播电视台党委书记台长 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吕焕彬先生 为JC颁发奖杯 我们有请伊利集团总裁助理 包志勇先生 为歌王送上鲜花 我们也感谢经典有机奶 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我们请JC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此刻的心情 我们今天喜欢 我们下期间的声音 在中国的游戏比较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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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每个月的游戏比较高兴 我已经来到三个月之后 每个人我认为每个艺术家人 每个歌曲 每个音乐者 每个人在整个艺术 每个人一样的参加这个节奏 有爱从中途中 这是什么让这个节奏非常特别和很不同 我感到很高兴认为 第一次的艺术家人在做这个节奏 我只是希望我不是最终的 我闭了一门 所以这个节奏可以走到每个月的世界上 因为它应该看得到每个月的世界上 我只是想说谢谢你 谢谢你给 Geoffrey 他把我继续在一起 谢谢你给大家 我只是感谢你为我相信 因为相信我 这感觉很互相 我会回到旅游戏 很快就会回到旅游戏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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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接下来我们 建议大家 用同样热烈的掌声 给这一季 在歌手的舞台上 这么多期节目 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首好歌的 每一位歌手 让我们一起用 Vivo X21 屏幕指纹手机 AI智慧拍照 来合影刘念 来照亮歌手们的美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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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